創立理財 竟在運通 大家好 歡迎收看旗鼓戰 我是黃培塑 大盤已經跌了76點 這個盤這樣的話 這樣的跌 到底跌真的還是跌假的 是跌真的還是跌假的 差不多這個地方 這個結構 如果說這一段有機會 它是一個推動的話 之前那個脈動 當然比較明顯 細微脈動 它是一個推動的一個結束 有沒有 這個是小時限 這一組它大概 有一個脈動是結束是沒有問題 之前我們的多端也是 初清之後等 等了 它今天這個拉回 可不可以介入 差不多這種架構 整個磐式結構 結果從7 8月6號 8月6號這個地方10180 我說這組脈動跌完 告一個段落之後 開始進入一個震盪反彈 反彈震盪 然後持續跟你追蹤 震盪反彈的結構 到了8月這個地方26號 我說這個結構看起來 它雖然這個地方往下打 可是如果往下打 頂多就持續在震盪 然後它果然現在又往上了 現在過高 拉回來76點 看起來好像有那個 整個創高 然後一個中黑棒出來 看起來那個結構是很差 有沒有機會 一樣前前有跟你談到說 落中透強 落中透強 當然我說這個脈動 如果能夠有機會往上走 它肯定是推一段 拉回一段 推一段拉回一段的結構 然後慢慢能夠黏上去 如果這種結構 當然如果說有機會趁機拉回 是不是應該是占買方 這邊占買方 對不對 回過頭來剛剛問你 這個盤是疊真的還疊假的 老師你這樣分析 應該有機會是疊假的 好 後來看一下盤式結構 如果8月6號 我們一分這裡講一分花 這個結構 我說這種你從9319上來看 11097 這種其實大會整理 EBC的話 它拉得不會很深 994到180 我們判斷994到180 它30度45度90度 拉回來起場點 這個脈動 疊勢高一個段落 事實也從那個地方 就8月6號見最低 10180 然後就一路開始反彈震盪 這都是8月6號當天跟你講 不是說它彈上來以後馬後跑 其實在8月6號當天要做這個分析 才是有價值 你這8月6號殺到10180 你會往下走 不是 在這當天那個關鍵的假區 你做分析才有它相對的意義對不對 格外重要 其貨也是10836到10095 也是長這樣 也是五段疊完 然後開始反彈 好 反彈之後你就開始把握機會對不對 你開始這樣的結構 說要先往上發展有沒有 所以這個大獲全盛先落袋 這個是大獲全盛 好了 完了之後 來再來小轉對不對 小轉以後再來 這個地方A就結束了 然後開始做B 做B之後來回做 這個穿頭破底你不要追上去 穿頭破底有沒有 穿頭破底 驗證 驗證要大轉 驗證要大轉 好 完了之後 開始走C了對不對 C走到這種結構出現 它這個告一個段落 這個告一個段落 那這個我說它要表態 上上禮拜823 這個要表態 那往上表態其實空間比較大 往下的話就持續震盪 它要往下 到294 那到294它走三段 294那時候走三段 那會不會有崩跌的危險 當下是跟你分析 8月26號 就又是這個關鍵 8月26號 這個一個關鍵跟你分析 它不會往下走 這個又跟你分析 它不會往下走 8月26號 為什麼 我說現在三段 阿拉斯要是走五段 當然五段有可能 這個也不多 五段有可能 三段有可能 好 比較常見的部分 這個結構其實往下打的機會 不高 不高 你這個你要有憑有據 有憑有據 有多少證據我們來分析 有多少訊息 對不對 好 這個不再贅述了 294三段對不對 這樣還不容易判斷 8月28號就可以判斷出來 因為它 這個還是三段 還是三段294 然後它長這樣 這是小時限 從拉下來 564到294 564到294長這樣 它三段 三段 如果要走五段 其實可能性不高了 因為它已經拉到這個地方 又拉到接近位置了 走五段要從這裡下來 對不對 所以這樣的結構 我們告訴你 它要往上先走 有沒有 所以28號 我們佈局了很多多單 然後一路就往上了 對不對 往上了 所以這個又要大獲全勝 這撞更多 這都是8月28號買的 這都8月28號買的 103號 10410這邊買的 買了多單 然後這邊都出光光 出光光我們就休息一下 有沒有 這685點先落袋 落袋之後 好 昨天 好 你先不要動作 不要再追 不要再追上去 你等它的脈動結束 結束拉回以後 有沒有機會 它是一個推動 它是一個推動 376 現在這一段是從376推上來 好 推上來 這個看起來 還是創高拉回 創高拉回 應該有一個創高 好 果然就創高632 632 這邊一個高點 然後再創高拉回 又創高拉回 這個脈動 大概高一個段都沒有問題 376到632 這是一組 這一組我寫一個推升 我們現在判斷 如果說它是有機會一個推升 其實它拉回幅度不會太深 不會太深 不會太深的話 今天拉回來537 差不多這樣100點 差不多這樣100點 537 ABC一個拉回 這個地方如果能夠撐住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如果能撐住 那它是一個推動的話 那就有機會從這地方開始這樣推上去 1 2 3 4 慢慢捏上去的結構 慢慢捏上去 老師 這邊還有一組 那也無所謂 如果你說這一組在主體震盪的創高 這是在主體震盪 然後整理完 然後推這個也沒關係 你說這個1 2 3 4 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那這個地方是在打底這一段 從這地方推出去 如果1 那更遠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判別 目前我們看這一段 有機率上是一個推動型態 推升型態 376到632 376到632 一個推動型態出去拉回來 持續往原來方向走 目前我們是這樣做這樣規劃 所以我們會這樣子操作 會往上操作 會往上操作 你不要去追太高 拉回來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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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如果說你看錯了 當然我們會有所本 我說他還是在這震盪 又來震盪 所以你任何的 其實針對一個行情的一個判別 一個判斷 你一定要謙卑面對行情 要敬畏市場 敬有拒 你退有拒 沒有那個一定對 可是我們這樣規劃 我們會這樣做 一切都按機率操作 一切都按機率操作 目前我判斷推 這一段我們把它推化 規劃是一個推升的 推動的一個型態 推動的型態 我們就這樣子抓一個ABC回來 然後大概一七月才十一月往上走 這是目前的結構 當然頭部這個看起來 這間的K線很爛 看起來很 這個結構看起來好像不什麼優 我說近期的盤 很有機會它是落中透強 當然這個是之前在這個 你現在這個講的沒有意義 這個地方講才有意義 你這個地方講 這個大狀685點 這個先落袋一次 先落袋一次 也當下也跟你拍照 其實他推出去 當然會推一段拉回 推一段拉回的結構 那也符合 他現在今天632也拉回來 100點 其實100點差不多 差不多 對不對 因為這種結構 我說這種結構一個推升的結構 一個推升的結構 你看它拉回很深 其實不是那麼的容易 不是那麼容易 那一拉回 當然今天拉回的 尤其譬如說你看它 一直一直往下這樣 你都感覺很弱勢 都連躺都不躺 然後連連連平台 連躺都不躺又塞了破底 有沒有 尤其是今天 看起來又特別的弱 又特別弱 我說那種磐式結構 每天的那個多空的氛圍 都是你看著磐式走 然後就覺得他很強 然後看著磐式走 又覺得他很弱 那個都這樣用猜的 沒有一個心頭抓不定 沒有用 賺不賺錢 結構要確認 結構你要確認 譬如說你這樣子規劃 你這樣做 你要確認他大概是怎麼樣 有沒有機會賺到大錢 譬如說 如果他是一個推動的話 老師 我說至少這邊有一段 這一段 如果說他是這一段二 三 那這樣的結構還要過高 還有機會 你拉回還是給 對不對 這個多單位還是有空間 這個地方是一個整理型態結束 從這個地方推 只有一個出生段一 那是上去更高 那上去更高 大概是個結構 差不多大概是個結構 當然我們謹慎去應對 謹慎去應對 近有距你退一定要有距 近有距你退一定要有距 這齊全的部分 好 那我說9月份 其實9月份 9月18號 9月18號才結算 9月18號 今天是9月3號 今天9月3號 那明天是周選的結算 今天刻意這個壓盤 其實外資的多單是還布得算多 雖然說今天或許會有一些調節 會有一些調節 可是這個調節 這個要影響方向有它的難度 你說買了很多多單 部分調節這個情有可原 因為畢竟今天是創高 好 那調節拉回來 其實拉回來 大概是比較低的話 它還會持續調節 當然你就要注意 如果沒有 其實拉回來 應該還是要佔買方 你要做這樣全方位的 也判斷分析 那我說這個地方 跟你談盤勢落中透強有沒有 落中透強 其實我說我們個股的部分 期貨的部分 選擇權的部分 都是偏多勢的布局 都是偏多勢的布局 這期權的部分 選擇權的部分 也是選擇權的部分 我說這個選擇權 這個超級任務 這個超級任務 這個的話我們8月28也是買 都是買買權 那個10500買84來 這個也跑到188 這個也都超過兩倍 84買到188 好 10600這個買權是46點買的 也跑到120 也都超過兩倍 也都超過兩倍 另外還要買一個10700的買權 22點買的 22點買的也跑到68點 這三倍 這三倍 有沒有 這是選擇權的部分 當然這部分是一個機會財 而且我一直跟你強調 每次我講到選擇權的部分 我就跟你強調說 它是一個機會財 可是重點在於資金的控管 你不要貪心 你是想要一個要就好 不行 那個風險太大 你那個資金一定要控管好 你要有好給自己 隨時要能夠保留在戰場上 要隨時讓自己能夠在市場上 一有逮到機會就可以怎麼樣 隨時布局 隨時上戰場 不可以離開市場 所以那個資金配置 要配置得很重要 你一定要讓自己有很多 至少要有10次以上的機會 你一定要讓自己至少要有10次以上的機會 其實我這個有一份計畫表 就是規劃至少你要可以做10次的進場 這個很重要 不是一筆錢全部給它下去有不行 至少要能夠讓自己有10次進場的機會 這樣你勝算才會高 那個重點在資金的配置 資金的控管 這選擇權的部分 有興趣認同理念的 也歡迎跟上我們的腳步 歡迎跟上我們的腳步 好 我們談到個股的部分 我說個股的部分你精選 其實我一直在有一些股票是逢高出額 那在等它的買點 對不對 在等它的買點 那有些是 我說近期常跟你談的2367的要法 其實還在創高 2367這個要法 這也是強中強 有沒有 強中強 現在還在創高31.9 2367的要法 當然這個短線拉回都會是買點 只是說你拉回到哪個 那買點的問題 對不對 如果說你是空手的話 當然這個結構之間 我們24塊買 這從這裡賺到這裡 這等於是從這個地方起漲點開始 剛好從起漲點賺到這個地方來 這裡買的 起漲點 等於是從起漲點賺到這個地方 這2123456根 幾乎都賺到了 都賺到了 2367的要法 2367的要法 那你看 我說你不能看這個地方 12345結束了 沒有了 不是這樣 我說以它的後面那個營運動能 單季第二季EPS 0.8 以7月份的營收還創高 然後第三季7月開始 當然現在7月份才公布 8月份還沒有公布營收 以它的營運動能 其實我說第三季 第三季 很有機會 EPS 1塊錢以上 他那個0.81都是本業 差不多那個0.81單季 一季 一季0.81 那時候跟你講也是0.81 我說24塊的要法你不買 0.81 當下就已經0.81 這都公開的訊息 只是你有沒有信心 有沒有信心 0.81一季 我說第三季可能1塊錢 單季1塊錢的股票 當然今年因為第一季比較少 所以也許今年一整年度 只有3塊錢 可是你不能這樣評估 不能說因為它只有3塊錢 所以現在如果30幾塊差不多 不能這樣評估 它現在一直在成長上來 第二季0.8 第三季如果說1塊多 然後第四季加總價 好 整個就3塊多沒關係 那明年開始第一季 變成多1塊多 那這個就怎麼樣 很有想像空間 你要這樣去評估 你加之前的比較低 當然一整年你會覺得 還好 不是那麼多 不過如果說3塊多 那時候股價24塊 也是超便宜 也是超便宜 對不對 可是我說這個是往上大幅度 營運動能上來的股票 不可同時而已 不能只能這樣算 不能只能這樣算 對不對 所以我說它這一段是一個1 這一段 這一段是一個1 那1拉回來2 然後往上走3 現在果然怎麼樣 現在你看這個結構是不是3 這個結構是不是3 有沒有 這種結構是不是3 主生段 主生段才會走這樣 有沒有主生段才有這種結構 才有這種力道 根本就不回 幾乎都每天都跳空跳空 然後就跳空又上去 然後跳空又上去 幾乎有沒有 近期比較有震盪而已 近期這兩天 否則幾乎都跳空上去 然後又跳空又直接走 跳空上去 然後又往上推 跳空上往上去 搶中搶 搶中搶有沒有 2367要滑對不對 買在那時候買24塊有沒有 是不是從那起漲點開始買的 然後就一路推256 這大漲 每天都漲滿多的2823 這幾乎都公號漲停 311今天要 今天319 今天319 2367滑 持股不用多 持股不要多 那這樣秒到一個標股 那確實是賺大錢 對不對 確實是賺大錢對不對 好 這2367要滑 好 那麼我們來看這檔股票 很久沒跟你談了 2732的六角 以前有一陣子 從6月份 開始常常跟你講這檔股票 有沒有 2732的六角 當然近期都在整理 所以我就沒講 今天為什麼在講 那麼我問你看 他這種股票 之前這裡有一個平台 我們就從這裡跟你談了 說這個平台完之後 這裡有一個平台 這個平台完之後 開始這個地方 我們做的 這裡要往上推 推出去 我說他推一個 1 2 然後有沒有 這個平台都放在這裡 那時候95.2上來 有沒有 就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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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是一個1 從這裡開始定 那1 2 這個3的話是1 2 3 4 5 所以這個3也結束 拉回來4 5 5也結束 其實這一段是結束了 這一段目前是結束 結束在196 結束在196 那事實上他整個結束 也整理了一段時間 那今天又再來講 我今天又再來講 就這裡 從952這裡 我說畫一個紅色 這個地方開始推出去 這怎麼看都沒推完 一路往上推 那時候剛開始買是124塊 從124開始一路買上來 買上來以後突出 貨利出場 拉回來 138這裡又再買 結果6 2 2 2又再買 138又開始推 又推到183 對不對 好又出 然後又開始推 到這個地方 又推這一段 這一段突出就結束了 結束在196 196好 就從這裡 952這裡 12 然後這邊是一個12345 345 這一段走完 他現在整理 以這種結構 他不然你自己去看他的那個 第二季 他不然你自己看 這個東西 營運動能 一直上來一直上來 我說這個收加盟金的不得 那個幾乎都是 幾乎都 禮拜就是都抗的 禮拜就都抗的 而且這種是 幾乎只會增長不會減少的 加盟一家就多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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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然後是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對不對 好 那你自己看 你看7月份 4億7300萬 4億 4億 這幾乎都創新高 4億 好 那是7月份 那第二季 12億2000多萬 如果以4億7300萬 大概又 一季有機會到14億多 14億多快15億 等於又多了2億 差不多這個本業 本業賺了2.66 他的股本很小 毛利率很高 幾乎快50% 你等於多了2億 等於多了快1億的 1億的一個 多了快1億的那個 獲利 那1億的獲利 把它換算EPS 他股本很小 不過他股本 股本才3.93 我們當4億好了 等於你多了4億 就多了一個股本10塊錢 多2億是多了5塊錢 多1億 他的營業獲利多了1億 多了1億是多了 多了2.5 有沒有 多了2.5塊錢 2.5 好 2.5 2.5的話 你看2.5 那多了2.5 這邊2.66 第二季2.66 第三季如果又多他2.6 那嚇死人了 5.1 一季5.1 5.1 5.1 我在想裡面 5塊錢 單季EPS 如果有機會到達5塊錢 現在股價多少 等於現在股價170 170 一季的EPS5塊錢 股價現在170 你自己去評估 等於你自己去評估 所以我說他有沒有機會 其實這種拉回不會很深 以他的營運動能來看 這種拉回不容易很深 你看他就這樣黏黏黏 隨時都要再動另外一個推升 隨時就要再往上動另外一個推動 這是2732的六角 如果我們再看好一檔股票 再評估 都是有評有距 不是用嘴巴喊的 他就是一定要到哪裡 他要到哪裡 你要有根據 一分證據講一分話 那我剛剛跟你算給你聽了 第二季2.66對不對 第三季很有機會 他的營收還多成長2億 多成長2億等於毛利率有50% 等於多賺了1億 股本財4億 多賺了1億等於又多了2塊半 多了2塊半加2.66等於5.1塊錢 單季的EPS第三季 當然這是我們粗淺的評估 我粗淺的評估 不無機會 不無機會 我們是做這樣的評估 我們不是說這邊喊用喊的 他現在要站著 用喊的不是這樣子 像我剛剛分析那個 亞華233也是之前跟你談 那個都是有那個真實的數據 然後你去合理的推估 你要做合理的推估 而不是亂喊一通 只有題材什麼都沒有的 沒有數字那些不行 真槍實彈的 營運動能 那你要看它的產業別 對不對 我說這都一進來都多了 都多的 一直會累積 只會多不會少 有這個意思嗎 所以這2732的六角 這拉圍幅度會不會很深 不會很深 隨時都要再有機會推另外一段 這隨時都要再有機會推另外一段 這2732的六角 我們精選持股 精選持股我們跟你做合理的分析 在每次做 跟你講新股票 我們就是有很多股票 就是股票一定是獲利調節 獲利調節的 才會有新股票出來 我說我們堅持都是 最多就三檔股票 一級會員最多就三檔 不是放著就不管他 三檔一定要調節換股 才有辦法買新股票 調節換股 我說你這樣中規中矩的操作 才是真正的贏家 才會是真正的贏家 持股要一大堆嗎 不用 你真的要有憑有據的 精選就夠了 好 投票精選就夠了 好 這是六角 2732的六角 那來自今 我說這個是買點的問題 買點的問題 你就結構這一組 然後這個山 這個山 其實這個山 你說如果這樣就這個山就結束 這一段從八四山上 就結束那整理 可是這個如果能夠往上推出去 應該這個都還在山裡面 也就是說它這個山 有機會是一個擴延的結構 有機會它是一個擴延的結構 山裡面的 從山裡面的1 2 3 4 5 因為這邊也出了一個擴延 山如果說真的放一結束 那整理完沒關係 4 還有個5 所以我說這個它整個架構都還沒走完 是一個比較標準的多頭結構 那明顯的多頭結構就是買點的問題 拉回就是找買點 拉回就是要找買點 對不對 這是8081的自新 8081的自新 好 那今夜也是 如果這裡三支三線開始做了對不對 102買 然後很快拉到108 這連續漲了117 122 到129 我說這大概這一段結束 這是三 後來就拉回兩天到110買有沒有 就這一段結束 結束好 現在今天長這樣 其實這種結構也是一樣 這種拉回幅度也不會升 ABC 也許110有機會 也許110有機會 這個營運動作有出來 他說你去看它那個單機EBS 都是大幅度成長上來的 都是大幅度成長上來的 那這種結構在這邊一段 我說這一組走完沒有關係 拉回來4 還有個5 這1 2 3 4 5 對不對 拉回來4 還有個5 有沒有 這是641的經驗 那個結構你一定要把它釐清 時間又不太夠了 好 不講了 我說個股的部分 持股一定要精選 精簡 中規中矩的操作 才會是最後的贏家 認同理念的 歡迎跟上我們的腳步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一百零一元以上 就可折抵72元喔 台灣大車隊 有善銀法最貼心 波浪有學校 進化才有效 黃老師今年多年波浪理論 求創進化波浪 更勝波浪 宛如阿基米德的支點 轉動全世界 讓您贏在股市的起跑點 緊急車線02 2781 0909 2781 0909 誰說有錢人不做期貨 期貨是最佳地形工具 運達投顧02 2781 0909 2781 0909 運達投顧好看我在家啦 即日起身裝運達投顧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民視為您 及時且盤 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達投顧APP 貨電02 2781 0909 2781 0909 車怎麼開的 你這麼噴喔 啊 啊 預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寶 一 開啟危險警告燈 在適當距離放置車輛故障標誌 或其他明顯警告設施 二 拨打110報警或119救護傷害 三 交汇車輛位置 可用手機拍攝機證 四 無人受傷時 將車輛移到不妨礙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傷時 當事人均同意再移動車輛 五 在路邊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檢查道場處理 預防二次交通事故發生 放波話移等就對了 歡迎來到節目下 頭部這個地方有沒有機會 有大波段有大錢可以賺 端看這一段 是不是一個推動型態 如果到這一段是一個推動型態 那就有機會有大錢可以賺 停損車好 放手一搏 認同理念的跟上腳步 祝大家操盤順利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切之客 也有大正確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純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現在 查憑特訂閱運工財經台 任何時間 任何地點 一機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 24小時 線上直播最及時 分析時 精準盤式解析 隨選隨看 真方便 YouTube運通財經台頻道 隨時隨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波浪有學校 進化才有效 黃老師今年多年波浪理論 抽創進化波浪更勝波浪 宛如阿基米德的支點 轉動全世界 讓您贏在股市的起跑點 金車線02 2781 0909 2781 0909 誰說有錢人不做期貨 期貨是最佳避險工具 運達投顧 02 2781 0909 2781 0909 運達投顧 好看 弄得家啦 即日起身裝 運達投顧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看到民事為您 及時且盤 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達投顧APP 貨電02 2781 0909 2781 0909 擊掌 阿俊姨啊 這不是你為我 抽到這麼高興 是 比較好